你現在看的是大爆死 歡迎各位回到大爆死和阿死一起玩玩玩具 上條片就和大家玩了 HG 水星的魔女的 Expansion Parts 好像上條片一樣說 雖然水星的魔女已經播完一段時間 不過它的商品還是繼續推出 今天要和大家玩這兩盒東西 雖然與這套劇沒有直接關係 不過是利用其中一集的N-Cut插圖 去立體化的一隻Figure 今天要和大家玩的是 Bandai 機動戰士高達水星的魔女 Karamobi Megakurumi Suleta Maguri 還有Megakurumi Miori le Renbura 我們的米米 其實大家都看到 有一點點感覺是像機梁 其實是融合了MS 以及角色的設計 所以就叫做Karamobi 這兩盒東西都是Primium Bandai限定的 後面是這樣的款 我們一齊開來看看玩玩 砍了 砍好是這樣的 其實它一打開就像食玩那些 要大家自己動手砍起來 其實不難砍的簡單 我們兩隻Figure 分別看了有什麼部分 我們先來看看 蘇萊塔有三塊更換的表情 手型方面 有一對給LIKE的手型 大家看到 他現在右手是拿著槍 其實都可以更換一個垂下手的手型 米米米都有三個交換的表情 兩個不同的蕃茄 蕃茄厲害 一會兒講 有一個水壺 即是淋水那些 加換的手型有一對 有一個水壺的手型 還有一隻拿著水壺的手型 兩隻的部分就是這樣 不如我們先看看蘇萊塔 尼貓 這隻東西立體化之後 是比我想像中漂亮的 剛才都講過 其實這兩隻Figure的設計 是出自水星的魔女其中一集的N Cut 就是第十集 那個蠟茄一共設計了七個角色 之前已經出過立牌的扭蛋 今天小弟都有買的 今次就選擇了兩個主角去立體化 好 先看看一隻Figure 整體的上色是比我想像中漂亮 出來的效果拍得不錯 你看起來很色彩繽紛 還有這麼小的Figure 我覺得算是上色很工整 好 近一點看看 其實一看下去就知道 是將蘇萊塔SD化 然後將風靈高達變成一件衣服 讓他穿 整個效果出來不錯 所以這個新很多地方 其實都見到是風靈高達的盔甲 好像剛才這麼說 這麼小的Figure 來算 上色我覺得蠻工整 黃色的位置 這些跟必多的位置 都是有上到黃色 而且都算工整 頭盔都蠻漂亮 都有透明Paxe 裏面那個又不像拍梅特恨 跟原本拍梅特恨的形狀有少少分別 不過都是透到底下有些紅色 這個位置 耳的位置 是否耳呢 不知道怎樣形容 這兩個洞洞的位置 上了一個銀色 面相方面 我暫時就跟回那個納佩 最原本的樣子 就是向左望的表情 對 大家看到膝頭哥這位置 一看就知道是風靈高達 後面的跟筆 都是有做足的 其實現在這樣看下去 有點像以前Pinky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過 沒有看一隻東西這麼細小 其實都有可動的 頭呢 有個旋轉 不過它就會被背包後面的兩把劍頂住 所以不算動得太多 手跟新的連接就波裝 其實都可以有些活動的 360度旋轉 前臂就升高裝 90度左右的接曲 手就可以旋轉 看看 腰也有旋轉 古關節其實是有的 是波裝 不過因為蘇萊塔穿了一條裙子 所以其實都不是抵得太高 小腿有個90度的接曲 腳掌是波裝的連接 幾乎講漏了 它的邊緣也是波裝的連接 試緣可動 現在換了一個笑到閉上眼的表情 以及換了一對直樹母子的手型 這個更有個性的設計 其實就是出自這個 Itsu La Yoshitsune 老師的手筆 在《水星的魔女》第10集 N-Cut 的立距 其實就是 Itsu La Yoshitsune 老師 其實就是漫畫家 兼是Mega Designer 至於它有什麼作品 一會兒再告訴大家 接著就換了一個一本正經的表情 有一點點扁嘴和向前望 大家應該都留意到 其實它是有附送到一個地台 可以支撐一下它 說真的 其實不是擺到很多姿勢 叫做 不斷耳 最後當然少不了 狸貓最經典的表情 那個驚訝的表情 這邊手就換上垂底的手型給大家看看 這個樣子超有趣 超萌 真心整個造型是很中小弟的胃口 有一點點像以前玩騎士高達的系列 有些會露人樣的角色 很有那個味道 這個是很棒的 不過唯獨是組裝的時候 大家可能要留意 好像前面這些跟必一樣 因為它的質地是類似軟膠 即是扭蛋、盒蛋等軟膠的質地 所以按下去其實不是很實 有機會會脫出來 我自己就傾向下一點AA膠 不如黏住它 萬無一失不會成為地精食糧 這個位置大家可以留意 好,接著就到米米 大家都知道米米其實是沒有一架專用的機體 那老師就設計了一個類似機械臂的裝備 這個很棒的 它原本的立繪是夾著番茄的 這樣 番茄其實有兩款 這一款就跟回立繪 其實就假裝機械臂 給力 夾爆了番茄 撕了一些汁出來 見到番茄 立刻想起 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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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個番茄是完整的 有兩個款式 我說這個很棒、很過癮 是因為它是辦法撿出來的 很過癮 而且它的形形也開始變形 按變了 很過癮 說回本體米米 我砌好的時候是有點驚訝的 因為我一開始經常以為 機械臂是裝在腰部 誰知原來機械臂是裝在頭上 有些吹到悲哀一聲 原來裝在頭上 有點瘋 頭是貼著四隻手臂 小癡 蘇萊塔的配飾相對複雜的情況下 都做得不錯 米米都可以說手到拿來 大家看到校服各樣的細胞 像深厚的Logo 那條胎、手袖的紅色邊 都是上色上足 做得工整 唯獨這個位置我有點不喜歡 因為我最喜歡米米 穿絲襪、穿黑絲 現在下半節 做了一個小小的裝甲 讓它對黑絲沒得到到底 有點不開心 其實這盒要組裝的地方是多於風靈 機械臂全部要組裝的 不過都是簡單的 有一點可動 跟那個Booster 我姑且地叫它 跟那個Booster的接駁 每一條手臂都是播放的 每一條手臂都有 一、二、兩個位置可以摺起來 這位置經常摺起來 可以這樣摺起來 向下返 有一點鬆情 搞不亂 哈哈哈哈 那些夾夾就完全沒有可動 只是上下 剛才也沒有說錯 都真是Booster 好 現在幫米米換了一個單眼的表情 不斷捧著完整的番茄 效果大概是這樣 除了納繪最原本的表情之外 其他更換的表情 都是以知 尤其知臉老師 專門為了這次的產品 去重新設計過 好 接著換了驚訝表情 右手換了個 拿野手型 拿了林花水壺 大家看到其實兩隻Figure 個人風格都相當強烈 剛才也說過 這個納繪是出自 Itsuna Yoshitsune老師的手筆 可能大家未必一時三刻想得起 做過什麼機設 但我一說大家應該知道 首先有Panet with 裡面的主要角色 Sinsan 其實都是出自 Itsuna Yoshitsune老師的手筆 另外一些知力比較久一點的機梁澤 應該都有玩過武裝神機 在武裝神機的第十三彈 有一個角色設計 那個角色出過兩隻色 一黑一白 類似狼頭 而馬亞方面 這個Boom Crusher 都可以見到是很濃烈老師的個人風格 最後換上一個有點生氣的表情 現在放一些指揮現場的姿勢 上啦 有米米霸道女總裁的感覺 整個氣氛不錯 不過我覺得 米米少了些東西 就是它沒有一個向前看而表情是正正常常的樣子 因為它的口口只能打側望 有點奇怪 現在給大家了解一下 這雙Figure大概是什麼尺寸 後面這隻就是Figure Right Standard的雀雀 雀雀雀 這隻就是SHF的蘇萊塔 大概都去到他們的胸口左右 其實比我想像中是大隻 我初初以為大概是Aqua Suta左右 但組裝出來是比想像中高的 好 很快就跟大家看完兩隻Figure的可動、拍市、細節等等 這裡就成為各290元 大家有沒有聽錯 是各290元 即是這裡總共是580元 兩盒加起來 哇 有點貴 雖然的確是貴 不過我覺得整隻Figure的造型 是很拿捏到那個納繪的神髓 真的能夠還原那一張納繪 很有Ei-Tzu Yoshi Tsure 老師的強烈的個人風格 這個是真的要讚的 另外 上色方面 雖然它沒有什麼漸變、陰影 全部都是一些很簡單的顏色 但都是工整和做得足 這個我覺得是需要讚一下 雖然貴就是貴的 不過這兩隻Figure都有它的優點 真心可愛 而且設計是很中小弟的口味 即是我看完第10集 已經下碗叫快點出商品 所以那個納牌我也有買到 它的點方面就是貴 真是太貴了 接近300元一隻Figure 又不是認真很大隻 可動也不是認真很強 是偏貴的 以及有些黑市都是傾向易脫 即是它的關節其實是淺 都有機會會脫出來 又未到很脫皮脫骨的地步 不過是傾向有些位置是移脫的 這些就是小小缺點 總結來說就是價錢偏高 不過它都盡量 叫做盡量交出功課給你 如果不是設計很中大家胃口的話 大家真心可以買個納牌 過癮一下就算了 無謂這麼重投資 我自己這樣看 我自己都蠻希望它可以繼續出下去 之前好像見過華會出卡里班 即是20 對比起20 其實我自己想要古爾前輩多些 古爾前輩都有兩個造型 一個是迪蘭澤 一個是達里魯巴魯迪 我自己想要古爾前輩多些 如果這系列繼續出 我都會買的 貴是貴的 不過都會繼續支持自己喜歡的東西 對啦 今天的分享來到這裡 下集再和大家玩其他玩具 就這樣 拜拜 拜拜